中共派大量军医和武警进驻方舱 老百姓要善用火焰自救 郭文贵先生在12月1日爆料 许多军队的人 军医和武警被派到外地 接管用于清零隔离的方舱医院 一些人在临出发之前 跟郭先生发感慨 自己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看到家人了 也许再也回不了家了 原来军工大的一位战友说 自己不能不去 因为家人在国内 自己想跑也跑不了 家人被绑架或者边控了 这些被派出的武警和军医十分悲伤 因为他们都是被派出去杀人的 既然去杀人 那么就很可能被别人杀 这些人接到的命令是 只要有人反抗 就会往死里弄 接下来老百姓真的会很惨 郭先生表示 他不相信在接下来的六七十天 所有在方舱隔离的人都等死 或者等着跟家人一起送死 或者看着别人死 这简直比纳粹的集中营还可怕 那么冷的天 在方舱医院没有取暖的情况下 老百姓有可能被冻死 与其被冻死 还不如点点火 让自己暖和暖和 或者抽根烟 都有可能拯救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